两个人以难以捕捉的速度厮杀 漫天都是刀光剑影 不过片刻李云霄便落于下风 被逼得万千身法合一纵身而退 六翅刀影纵横 于空中踩着步伐不断追砍过去 这时袁才从两人那极快的速度中回过神来 身上一片金光亮起 瞬间移至六翅身侧 一片金芒化作利刃就斩了过去 金光内传来嗡嗡之音 正是法术金轮 婆娑树影在空中摇曳 吵死 六翅手中刀影一掷 果断放弃李云霄 便向圆横斩而来 就在两件圣器将要撞击之时 一道天光骤然落下 在空中化成半亩之大 把六翅直接照了进去 只见围青手持宝瓶 瓶口内喷出阴阳二气 化成混沌之光 他左手更是一掌拍下 漫天的魔藤 顷刻间撒下 将其法相竖住 那握着魔兵的六臂上 一时间也缠满了藤蔓 圆的法术金轮 顿时如雷霆奔涌 猛地击在六翅身上 六翅一面法相之上 竟然印下了一道婆娑树影 虽然是一闪即逝 却给他造成创伤 甚至被震飞了出去 李云霄也缓了一口气 大喝道 所有人一起上 山巅上的诸多高层 全都身躯一颤 精神振奋下 战力也骁勇起来 猛地化出流光 冲天而起 六翅满脸阴霾 寒声说道 全都给我去死 他左手掐掘 一层层星云在四周散开 五件魔兵在手中一闪而没 随即魔云内气隐沉浮 散发出可怕的力量 直逼天际 李云霄脸色大变 狂喝道 不好 快逃 那些高层刚刚飞起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但听得李云霄此言 也顾不得那许多转身就走 听李云霄的话总归是没错的 而且是让自己逃命 又不是让自己往上冲 故而第一时间就飞移了数百丈远 喉喉 全都给本座留下吧 六翅双手在身前一合 顿时魔云之内便有魔光闪烁而出 化成恐怖的气浪 击向四面八方 轰隆隆 天地瞬间就塌陷成一片 变得混沌无光 隐约间可见苍玄山被撕裂开来 大片的山体夹杂着魔族人的身躯 被镇上长空 随后一起湮灭在气浪内 所有魔族高层虽然是先跑了一步 但还是尽数被卷入那气浪冲击之中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力量抵抗 那些扛不住的瞬间就领了盒饭了 方圆数百里内尽数受到冲击 整个苍玄山完全毁于一旦 恐怖的气浪甚至冲入两界裂缝 直接透射到红月城上空 惊得所有天舞界的人都异常的紧张 红月城的四周悬浮了13座天空之城 按照某种规则排列 一下全部进入了叙事待发的紧张状态 每座浮空岛上的舞者 都异常紧张的盯着那裂缝 等待着进一步的情况 魔界苍玄山内变得一片狼藉 整座山外都在那一击之下灰飞烟灭 十余万魔族大军残存下来的不足千人 而且尽数负伤 此刻存活之人全都懵了 傻眼的看着眼前这一切 好似被变换了时空 完全认不出大地的面貌 李云霄等人全都被击退了数千丈远 阴沉着脸孔望着远处那道身影 六翅刚才施展出来的正是魔主的最强一击 新玄暴 其微能之可怕 令所有人都是面色灰白如指 但六翅自身也受到反噬 立即融合了第四道分身 此刻满血满魔地站在天地间 气势更胜从前 以一种披腻天下的气势扫视众人 该死 李云霄咬牙骂道 果然是有六条命 而且一条硬过一条 征也是满脸苍白毫无血色 颤声道 现在该怎么办 李云霄沉深说道 他既然有六条命 那我们就逼出他六条命来 按照之前的计划 不是还有大罗伏墨阵吗 此阵不论多少人都可以发动 我们逼出他的第五道分身 就顿入天舞界 第五道分身 睁得眼中满是惊恐 此刻的六次就给他一种无法战胜之感 加上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战力 几乎信心全无 维钦冷笑道 都这个时候了 难道还没有死的觉悟吗 争心中一颤 顿时消散了恐惧 咬牙道 对 早已有了死之觉悟 此刻又有何可怕的 他大声喊道 大罗伏墨阵 所有生还之人 全都出手 出手 李云霄当先喝了一声 便冲了出去 四周虚空之内陆续浮现出人影 全都是脸色苍白 各自施展出神通 所有人都知道 此时此刻 退即死 唯有一战 顷刻间就有数百道身影出现 绕在六次的身侧 各自踩着步伐就弓了上去 幼稚 六次吃笑了一声 眼中寒光一闪 便见魔光在空中闪烁 一柄阿寒刀 引线之间 便有十余人命丧黄泉 其余之人都是脸色大变 骤然后退 不敢再向前 李云霄也是心中骇然 直到孤错了六次此刻的力量 喝道 都退 一心人毫无犹豫 立即向裂缝中涌去 一群蝼蚁成为丧家之权 很意外吗 这本就是你们该有的结局呀 六次满脸讥讽 手中握着阿寒斩骨刀 一步步向那裂缝走去 百万年了 天舞界 本座终于归来了 李云霄和远己人断后 在目睹所有魔族都进入裂缝后 这才一转身 飞驰而入 六次并不着急 几步之下就走入裂缝 好似归来的王者 满脸都是傲然 和轻蔑之色 众人一入天舞界 顿时就有人迎了上来 正是宁可为妇女 李云霄道 可为大人 你们速带这群魔界的朋友 去延武城 然后就不用回来了 宁可为一挥手 立即让宁可云去办 自己捋着长须说道 老夫大仙将至 适与红月城共存亡 几个人脸色大变 宁可云惊道 爹 宁可为伸手一推 喝道 休要在这啰嗦 还不快去办事 宁可云满脸悲欺 但知道父亲心意与觉 急忙跪下连磕了几个头 这才带着征等人 前往传送镇 袁和小红 还有围亲都对天舞界十分适应 故而留在了红月城 宁可为道 蒙主 那六痴 李云霄满脸的凝重之色 沉深说道 比预计的还要厉害太多 正说话间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从裂缝当中缓缓散出 整个红月城内的人 全都感应到了 宁可为心神一致 也被那股气息所震慑 但随即就大笑了起来 临死之前 能够见识一下魔主之威 也算不枉此生了 李云霄常常的叹息了一声 可惜了 这满城的热血之人 也都要陪葬在此了 宁可为决然道 如此旷世一战 总有人要为各个环节 做好牺牲的准备 我们的任务便是拖延住魔主 让阎武城得到消息 进入备战状态 并且可能的话 给予魔主重创 李云霄点了点头 诸位对天舞界的牺牲精神 必将如这万古的星空 照耀着后人 说话间 六翅已经踏入裂缝 出现在红月城的上空 冷眼看着那三十座浮空之城 宁可为脸色一变 喝道 来了 随即便身影一闪 消失在李云霄身侧 李云霄满脸的悲怯 对围卿等人说道 你们先去阎武城吧 我暂且留下观战 围卿冷声说道 你切记 不可以意气用事 自我牺牲拖延六翅 作为阎武城的战前缓冲 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 而且宁可为说了 如此大战 定然要有人自我牺牲的 天舞界之人是命 刚才死去的十多万魔族 也是命 李云霄叹息了一声 我明白 你们先回阎武城 我过会儿就来 小红说道 我留下来陪你 李云霄略一犹豫 拒绝道 你随微轻走 不得有违 小红抿了一下嘴 但还是听令转身 随着围卿等人而去 六翅望着那浮空之城 在天际上运转 目光闪烁下 突然赞道 挺有意思的阵法呀 能得到魔主的赞誉 在下 在下倍感荣幸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李云霄震惊的抬眼望去 只见一座浮空城上 一人覆手而立 满是田径之色 正是王座藤光 六翅看着藤光说道 这是你布下的阵法 虽然实力渣渣 但阵道的确有可取之处 是个人才 六翅当年也是精通树道 浑天仪便是他炼制之物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这阵法的端倪 心中生出些许赞意 腾光微笑道 清静在下平生所学 悟出这十三绝杀阵 才天心地煞之位 直接抽取周天星斗之力 与魔主大人一战 六翅狂笑起来 此阵确实不错 但是要说与我一战 开玩笑了 是吗 魔主大人未免自大了 藤光微微一笑 双手扬起 顿时一片绝印 自手中飞洒而去 射入十三座浮空岛内 顿时岛上神光乍现 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 每座浮空岛中 同样是十三道光柱 组成一座小的十三绝杀阵 顷刻间 上百道清光冲入云霄 原本朗朗晴空之下 竟然画出周天星斗 照耀大地 我记得